最先进的核动力航空母舰是什么样子? 航空母舰是以舰载机为主要武器 并作为其海上活动基地的大型水面战斗舰艇 海军水面战斗舰艇的最大舰种 主要用于攻击水面舰艇、潜艇和运输舰船 袭击海岸设施和陆上战略目标 夺取作战海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 支援登陆和抗登陆作战 世界上最先进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是美国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 尼米兹级航空母舰是世界上排水量最大 舰载机最多、现代化程度最高 作战能力最强的航空母舰 该极舰的舰体和甲板采用高弹性钢 可抵御扮穿甲弹的攻击 两弦设有隔舱系统 弹药库和机舱装有63.5毫米厚的凯夫拉装甲 尼米兹级航空母舰能够进行远洋作战 夺取制空和制海权 攻击敌人海上或陆上目标 支援登陆作战及反潜等 目前美国海军已有10艘 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在意 乔治不识号是尼米兹级核潜艇的最后一艘 2009年1月10日正式服役 该舰全长332米 船体持水线以上大约有20层楼高 能运载将近6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 最大航速30节 满载排水量超过10万吨 最多可搭载百架战机 造价62亿美元 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 是美国海军近几十年来的海上钢铁屏炸 也是冲锋陷阵的极先锋 而它不仅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中最先进 造价最贵的一艘 即使新一代福特级航母的首舰福特号已经服役 但是依旧难掩其作为目前世界上 攻击力最强航空母舰的光芒 而且还被誉为尼米兹级的终结者 和福特级航母的奠机者 它就是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的 10号舰CVN-77步10号航空母舰 尼米兹级是美国海军的第二代 核动力航空母舰 第一代核动力航母是企业集合航母 不过该型航母只建造了一艘企业号 就因为核动力技术不成熟 成本过于高昂而被取消了剩余订单 美国海军退而求其次 转而建造三艘小鹰级常规动力航母 以填补由于订单取消而造成的空缺 第二代核动力航母